杜福有诗言 造化终神秀 阴阳歌昏小 科技之力 赋予人强大力量 然人力之于自然 终有力竭之时 唯有以敬畏自然之心 方可因势力道 造福人类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 古中国 产生了灿烂夺目的文化成果 在中华文明 数千年的演变发展中 丧葬文化 一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了今天 古时的丧葬文化 已经成为了专家学者 争相研究的对象 而且在古代陵墓庄的发现 为考古等多个领域 提供了实物证据 在众多古代陵墓中 黄陵往往是规格最高 潜藏价值最大的墓葬 但是出于稳妥谨慎的考量 黄陵常常不被允许发掘 只能就地保护 人们最耳熟能详的黄陵 应该是秦始黄陵 又或者是明始三陵 在今天人们的认知中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黄陵都是建造在地面和地底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中国首次发现了水下黄陵的存在 这处水下黄陵 藏身于湖底将近三百年 那么这处水下黄陵 到底是为谁而建造的 围绕这处水下黄陵的疑问 又有哪些 在1963年 由于洪泽湖地区发生旱灾 使得该湖的水位持续降低 最终 一座大型古墓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后来 经过许多考古专家的实地研究和商讨 针对这处大型古墓 有了一个基本的推断 此处乃是一座明朝时期的皇家陵墓 它也是中国发现的首个水下黄陵 这处水下黄陵墓主人的身份 很快就被考古专家确定 此处黄陵是多人的黄陵 他们分别是朱元璋的高祖 曾祖及其祖父 因此 这处水下黄陵被称为民祖陵 虽然知晓了这处水下黄陵埋葬了逝者 但是在他身上依然有很多疑问 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民祖陵这处水下陵墓 真的是在水下建造的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民祖陵虽被称为水下黄陵 但并非是在水下建造 那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水下呢 导致民祖陵出现在水下的原因是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 民祖陵所处的位置是一处低洼带 这是它被藏在水底的根本原因 第二 人为因素直接导致了民祖陵被水淹没 关于这第二点的人为因素 指的是明朝时期的治水政策 在明朝红振年间 为了保护黄河下游农田 洪志皇帝命令当时的大臣刘大夏 修筑太行堤 此堤一建成 黄河北部支流被阻挡 大量的黄河水携带了泥沙 涌向了处在南方的淮河 由于淮河河道狭窄 无法承受如此大的流量 再加上黄河泥沙的沉积 使得淮河两岸的水灾日益严重 很快明朝朝廷 意识到了淮河水患的严重性 于是命令治水能手 潘济逊解决此问题 在进行一番考察之后 潘济逊提出了 树水公纱和续淮刷黄的治水方针 虽然这两条治水方针有其科学性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 却出现了不少问题 其中续淮刷黄这一方针 导致洪泽湖水位不断上升 使得该湖的抗洪能力越来越弱 等到了公元1680年 明祖林被特大洪水淹没 自此他沉入洪泽湖底 近三百年之久 明祖林所选的位置并不好 但这里是朱元璋家的祖坟所在 朱元璋害怕影响了风水 不敢将其牵葬到别处 只能在此修建祖林 为了建造这座祖林 朱元璋可谓是煞费苦心 不仅大兴土木 而且改移河道 移土造山 用了整整28年才修建完成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明祖林最终葬身湖底 约三百年 明祖林被发现之后 考古工作人员对这处黄林 进行了发掘清理等工作 由于明祖林在水下时间太久 使得黄林所有的木制建筑被毁 留下了只有一些实质文物 比如神道旁的21对石像 自1997年至今 考古工作人员曾多次修复明祖林 并命人在其周围修筑了 2706米的防洪大堤 防止其再次被烟于湖底 今天的人们可以前往江苏 淮安的明祖林镇 一窥水下林木的全貌 在古代四周城的洪泽湖以西 葬着明太祖朱元璋的祖父 至于为什么朱元璋 愿意将大幕选学的定在这儿 学学家们从未停止过 对于他的研究 有人说这儿是风水学上 典型的穷山恶水之地 因为坑洼处太多 山岗连绵 有人说这儿是一处龙脉所在地 藏风俊水 钟灵俊秀 在有史可查的资料中 这个大幕的选址 是受到了刘伯温的赞成 据传有这么一年 朱初一也就是朱元璋的爷爷 为了逃避赋水和慌乱 就来到了四周这个地方 一日他偶遇二道人 小道人指着朱初一就说了 你所在的地方了不得呀 如果将来墓葬定在这个点 族中背出天子无遗 朱初一觉得有点玄乎 见他不信 老道人张口也说了一句 若不信 可将枯木埋于此地 十日可得心生 就在朱元璋登基不久 他想起了父亲说过的这桩趣事 朱元璋身以为然 于是明知四周已遭遇水患 依旧坚持将陵墓修建于此 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 尽管此地风水不好 但是因为祖父墓葬修建于此 陵墓迁移 势必会影响明王朝的气月 梅哲就把陵墓建在了这个地方 而明祖陵起初并非水墓葬 乃是宋朝的执政者的手笔 开云引流 以淮水倒灌黄河 重开金航大运河 此后明祖陵一直就被淹没在了水中 直到1963年 一场洪泽湖大旱 将石马熊狮等雕像露出了地表 专家大惊 在发掘过后 明祖陵才得以重现世间 透过这件事情 人们应该明白 人类往往无法胜过自然的力量 不管是朱元璋的费井心机 还是潘继逊等人的治水策略 后来的发展都证明他们失败了 虽然如今的人类掌握了更强大的力量 但是人类依然无法征服自然 只能因事利倒地改造自然 人类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 不要妄自尊大